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MyMKC管理知识中心学知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借鉴设计师的沟通术 让你也能成为沟通大师 卡内基训练创办人戴尔·卡内基曾说过 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善于谈话的人 那就先得做一个善于倾听的人 职场上除了专业 最需要的就是沟通能力 每位职场好手必须具备一项以上专业技能 而设计师必备的专业就是设计与创意 以下以设计师面对客户时 提出四种沟通术特点 一、问诊沟通术 当接到设计案时 借记直接埋头苦干的去设计 必须先充分了解客户需求 找出真正的问题 如同医生看诊 问出病症 对症下药 设计前 先以沟通和提问的方式来达成公式 从中找出设计的方向 进而完善后续的执行流程 引导客户说出心中的答案 清楚了解喜好的视觉设计 才能对症下药 这就是问诊沟通术的特点 二、同温层沟通术 让客户感觉站在同一边 成为他的同温层伙伴 设身处地 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 永远把每位客户当成值得服务的对象 回答的内容跟语气 要让对方感同身受 因为感觉会比语言的传递感受更快十倍 所以同理心 才是最快达到同温层的方法 三、图像化沟通术 与客户讨论设计方向时 图像是最给力的占有 设计是养成收集设计相关的网站及设计作品 当累积的数量跟作品达到一定的程度后 跟客户讨论时 都能有远远不绝的点子去应对 拿出示意图与收集作品 以图像化方式呈现 给对方眼见为平的信任感 透过图像来引导对方 让提案到完稿交件 更有效率的完成 当沟通时 若发生传递内容 对方无法马上理解 可将较难理解的内容图像化 加快沟通速度 所以图像就像是打开 客户需扯新房的钥匙 四、品牌式沟通术 引用一具诺基亚手机广告台词 形象就是你的影响力 常言道 第一印象会存在对方心中 长达数年之久 证明了形象是每个人 都会刻意留意的地方 以上是总沟通术的重点 都在于一步一脚印 增加对方的信任感 即好印象 当信任感越高 就越能发挥品牌式沟通术的威力 这就是成功结案的关键 以上与大家分享 谢谢您的聆听 买MKC陪您一起成长 提升职场竞尖力 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兴趣 欢迎您上网搜寻买MKC 查询更多文章 我们下次见